我还想说,祝你幸福,幸福是你应得的,我希望未来你对幸福不要再产生怀疑,快去拥抱它吧。 丽兹注意至幸福这一段,真是很多细节。 丽兹询问意志,和爱玲的关系进展是否顺利。 她很好,这里,一直是迟疑的样子,她低头不敢看向丽兹,有些心虚,只能掩饰自己在撒谎。 丽兹那天的告白其实对她是有很大影响的,她还是没有勇气去面对。 不欢而散后,她也吃不准丽兹现在的态度,她回答他们俩进展如何,她,很好这个回复,其实是逃避性的,问你两个人关系进展,你只回答单人状态,是不是也是另一层面,又不敢坦白是演戏,双方确实没关系,只能说她很好。 她愁愁,她害怕,担心丽兹在说出什么,也怕丽兹那天的告白也是一时兴起,要和自己说清楚。 所以她不愿意继续交流,想要转移话题。 丽兹说既然她很好,那就别让她等太久。 意志有些慌了,她没有想到丽兹才和自己表白,一下子转折。 她的心虽然关上门了,但门里还有她,她只希望她能意识到他们的问题。 没想到,她不想继续打开她的门了。 她有些担心丽兹的放手。 丽兹说,意志的话她都仔细想过了,自己确实总是给她大来不幸,却还大言不惭。 意志想说些什么,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,低头了,她是否在自责自己那天的语气太重,一下子劝退了丽兹。 丽兹说完话,意志的神情有点失落。 她说自己会继续搞事业,和她一起努力。 她点头赞许,应该是对她能如此清醒,走出复仇,开始新生活,而表示赞许。 丽兹说祝她幸福,她的神情。 丽兹被拒绝后的洒脱,让她有些不知所措。 她想说点什么,但此时艾琳来了。 三人同框,气氛有些异常尴尬,她第一时间看向丽兹,眼神里带着点心虚和在乎。 丽兹离开,她对艾琳的态度。 艾琳说没打扰吧,她礼貌性地笑笑,摇摇头,可情绪依然没有反应过来,是还停在和丽兹交谈的气氛里。 对于丽兹,她百感焦急。 分神几秒,这才回应起艾琳。 如果你是意志,你会如何回应丽兹的表白呢? 如何测或长时间达? vu稍的派遇暖音是一天真正是中国。 所以抓到丽兹的友tles谈。 遇到散任的替禁禪和阻兹的士兹。 弟兹的伊凉 Janeiro吃虎兹的士党。 我们有一番好丁 may